告赌城风云片商为约 周润发如饼所长 周润发如饼高院 向赌城风云片商所长 由王晶指导 周润发主演的电影 赌城风云系列出现合约纠纷 有份投资的博纳影视娱乐有限公司 下称被告 被指为约 早已才制作有限公司 周润发夫妇出任董事 和Mr Trading Limited 下称原告 两间公司入饼高等法 愿所长 入饼状未有交代事件的详情 只是列出原告的要求 原告要求法庭根据2013年7月 2014年7月和2015年7月 就电影赌城风云 赌城风云2和赌城风云3所签订的合约 下令被告向原告交出相关的文件及支付 上欠原告的款项 另外 原告又要求被告就违约赔偿原告的损失 王晶 律师去解决而王晶接受东 王访问时表示 知道这件事因已入饼 拜双方会计律师去解决 王晶接受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